好 来 我们看第14题 Diagram 14 shows a cyclic quadrilateral ABCD Cyclic quadrilateral就是圆形里面的四边形 圆形里面的四边形呢 我们知道对面加起来是180度 所以这个是107度 OK 为什么呢 它180减掉73 所以它是107度 好 然后在这一边呢 它要你找AC的长度 所以AC的长度的话呢 你就可以用cost rule 就是我在这一边 我的这个三角形ABC 这一个ABC 这一边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有ac的square等于 那个8square加14square.2814cos73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它这一个就会变成8square加14square 减2乘8乘14 然后cost73 这样 所以我拿到答案是94点多 然后所以我的ac呢 所以我的ac呢 就会是等于 那个square root of time square root answer 我拿到的是13.5多 所以我的这个ac就会是等于13.9 他有 他有讲要写多少个 decimal place吗 没有 所以13.95 4 significant figure 我看他的schema呢 这边是写13.97 然后其实HBM 我们写4significant figure就够了 如果你要不稳的话呢 你就写多一点哦 9 4 6 6 4 decimal place 有一些老师他要求 that 4 decimal place 可是我自己本身所知道的就是HBM 它是4significant figure ok 然后 Length of AC in CM 然后叫CA CAD 然后我这边我拿到的是13.9 466 对面除对面等于 那一个CAD 是对面除对面 然后可是我没有 我就在这边 这个我给他oppa吧 所以我的这一个2的这一个部分 我用sign wolf ok 我就有 sign alpha 除 4 等于 sign 107 除 那个 13.946 所以我的这一个 sign alpha 会是等于 这一个 呃 什么 sign 107 然后 13.946 然后 再 乘4 ok 我拿到的是0.2 多 然后 所以我的alpha呢 会是等于 up sign 0.27 43 0.27 43 对 所以我的 所以我的 这一个 就会拿到我的 这一个alpha 所以我的alpha 等于 15.92 度 所以我拿到我的alpha 等于15.92 度 之后呢 我的那个 角 CAD 就会是等于 180度 减掉 15.92 度 再减掉 107度 所以我 在这一边 180 减 15.92 再减 107 然后 我拿到的是 57.08度 所以它的答案是57.08 所以 在这一边 这一个的答案是 那一个 57.08度 所以 这一个是57.08度 然后 它要找 三角形ABC的area 三角形ABC ABC 120 ABC 所以我的 BE的时候 area of 三角形ABC 等于 128 14 5 73 这样 ok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 120 ABC 我用0.5 也是可以的 乘8 乘14 乘3 73 然后 拿到的是53.55 所以它是53.55 所以 这一个 等于 53.55 CM Scribe 然后 它要V去AC的 shortest distance V去AC的 shortest distance的时候呢 是1分之1 乘3 底层高 我的area 等于1分之1 乘13.9 466 然后 再乘以海 这个是它的海 1分之1 乘底层高 就是它的area 然后 我们的 这一个 用刚刚的 那一个 DE这边 找到的 那个area 53.55 乘2 除 13.9 466 等于h so 就是说 我把我的这个乘上去 这个 除下来 这个放进去 所以我的h呢 就会是等于 这个 什么 呃 53.55 乘2 然后 139.466 所以呢 答案是 0.7 多 0.7 多 0.7 三短而已 我有算错吗 乘2 二分之一层 底层高 呃 我们看一下它的答案 在这一边 它 这一个 看看 57.08 53.55 53 7.68 所以是 乘 在除啊 对啊 我在这一边 哦 它这个是 13.947 啦 什么139 是3.947 啊 8 8 啦 13.946 哎呦 这一边是这样 13.946 OK 所以 在这一边 它就会变成7点多 OK 好 所以我拿到的 这一个就是我的h 所以我的 这一个h Y 等于 7.679 CM 所以 7.679 CM 7.68 CM 好 就是这样